新一輪的馬貴又來了 只是看YouTube的免費內容 哪裏夠好呢 馬上加入沈國城賽馬汽車工作室的付費群組 Michael在群組裡 會和大家有一個賽前直播分析 每次見面時都會有一個沙圈動態即時跟進 還會在群組裡和大家分析他的跟進碼 在群組裡Michael還會和大家解答所有問題 還等什麼?馬上加入沈國城賽馬汽車工作室的付費群組 我們在群組裡等大家 早晨各位網友、新舊網友和YouTube及海外油管的朋友 今天已經是2024年1月18日日日發 昨晚的跑馬地可以說是普天同慶、歌舞升平 基本上我想大部分的馬迷都不會被他打擊到任何自信心 也應該會有娛樂費 起碼不會吃足八腸八果 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有馬中下 那就很開心的了 其實這就是真正的賽馬娛樂 那未入正題之前 麻煩大家繼續做這個持能線的動作 特別是如果可以訂閱一下我這個頻道 因為這個頻道越來越壯大的話 才會對這個不知所謂的一個所謂叫做非牟利機構的香港賽馬會 是有這麼多的壓力和監察的作用 那當然我自己會不會失望 當然會失望 因為好像我這一類這樣 真的肯對這個馬會有些不知所謂的賽事管理 和他們的措施肯說出真正的聲音的頻道 在香港真的少之又少 但是原來要說真的聲音 也不是等於受歡迎 但不要緊 我另類的一個就是提供真正的賽馬資訊 給支持我的朋友 所以如果你都支持的話 行動支持就是93241440 找到黃小姐 其實很快還有半季就跑完了 因為你跑到7月 其實根本只剩下半個月 如果你是要真的單打獨鬥地和馬會玩 勝算是非常之低 第一場當然也會見到 原來可以換馬騎的 那隻不是那麼好 這隻諾斑之星 那個獸醫就說他又搞肚 肚痛 肚痛分很多種 人都會肚痛 這個很正常 去完廁所就沒事了 換一隻樂天棒 我當然不會放過你了 我們被四隻四隻中了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有頭旁薄冷 盤防攻略 我們昨天一開始 竟然也想不到有284元 我們連四重彩全部都中了 昨天差不多全谷就有本來玩 就玩得很風流的堂了 明天第一場 五班千八呢 你就這樣看上去 就是很寒的 但是也可能跳不開這幾隻馬 鑽石複星我們追了第四次了 其實上次我覺得 麥道朗是騎得不好的 鑽石複象 鑽石複象 我覺得他騎得不好的 他爬得太前 這隻馬騎得最好的就是賀明年 明天那樣都是賀明年 是的 所以我加了一些星星下去 但是滿載歸來 為什麼不可能飛掉它呢 真的不能飛 現在最熱的是它 因為它每一個的 即近太亞的戰績 都做得很好 真的那個form figure 漂亮得不得了 二來呢 再在今場之前 再去做個黎集 那個黎集 都做得很好 都不知道怎麼飛 明天還有一個移檔 是的 當然會有人會喜歡那隻 聶胡者威 聶胡者威呢 就上一場 跑那個1400 好像有少少追達一下 轉過來谷草 跑1800 它是一隻很重口的馬 我就不知道它可不可以settle到 那這場馬有什麼馬 特別值得留意的 那可能 就是那隻聶胡者威 那這個陶情對來講 那麼重口的馬呢 是 要求高了一些 但是我想這隻馬 回到田祖千四 尤其是如果天氣涼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好了 第二場 滿多福這隻馬 我相信王志宏 你現在自己慢慢再看這隻馬 曾經這隻馬 你的師父是想給你去經營的 你從一開始跑跑到數難 人家現在兩邊 幾容易 好像這些馬應該正常 如果再給你跑108磅 怎麼輸啊 在谷草 你一下來玩就停賽了 想給你都沒得給了 現在人家118 好了 下次如果再來谷草 給你 你有沒有信心贏呢 你要自己做好準備啦 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的 那這場少少少可惜 就是我的八進小星 十五倍的 回來就輸了一點點 給你同寶寶 在直路拿位呢 班德禮呢 就 可圈可點啦 就算是這樣啦 但是如果你真的可以 入到Q 這場馬就比較上更加 正常啦 那判定這個武林至尊 那邊大家有目共度啦 怎麼跑啊 那啊 忘記了說 第一場那裡呢 就是那個獸醫的能力 可以怎樣 主宰 身殺大權 那第二場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事件發生啦 那只不過就是 聶景追飛 又開始 即場下飛 就有那麼多 不可思議啦 那一隻馬一點狀態都沒有的 好了 第三場呢 去到這個千二直路呢 那我們就見到兩個 不斷發生的故事 又再發生 梁家俊又再一次說 咦 原來這隻創奇跡呢 看來呢 都是有遮擋 跑就比較好些 啊 梁家俊 你跑這隻馬之前 有沒有看過上次這隻馬 麥道朗怎麼跑呢 就是 不要搶前 留在後面 有個自然遮擋 跟著後上贏咯 那為什麼這場馬 你又會反過來 自己主動搶在前面跑 跟著肌肉輸了 就是說原來 有遮擋比較好些 證明了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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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次 又一次的啦 潘頓次次擺在前面 入席路散了啦 這隻馬 那另外潘頓也是啦 又中了啊 高東尼 現在講的這幫人 是不正確的人 就是沒有信用的人 去賴些很有信用的動物 啊 長髮 因為外小 不可以望空 跑不到 又是你們說了啦 那妙玲瓏 毛毅傑 這隻馬 訓練得相當好 相信 而這隻馬那個 走勢呢 應該 我相信還有一次 甚至乎兩緣 今次直路到 哇 好像片水那樣片 回來都還可以贏一個馬位 那這隻馬就 就當然是 比沈習成是練得好很多很多啦 那有沒有什麼馬 值得大家留意呢 那這些有些馬 我又不可以 告訴你 因為呢 我們自己的群組裡 都要留一些 寶藏給我們自己 鼓鼓又玩 好 第四場 香港會挑戰杯 不判斷這些 有檔有磅 原本188磅 你根本都做不到磅的 最終120磅 其實這些這麼沒有誠意的 的拼藥 香港賽馬會 你就永遠有兩磅手棧 那究竟其實 這些這樣的策略 是究竟為人而設呢 還是真是為公平而設呢 你騎不到的 就霸著屎坑 好在你這次撒屎 你霸著屎坑不撒屎 也有一隻的 那究竟 這些這樣的管理賽事 的方式 需不需要再變一下呢 那個騎士每次摘一把18磅拼藥帶 每次做不到的 那根本就多餘了 是吧 那運來勇士的跑法 也都是相當之 可圈可點 應輸的就輸 應贏就贏 那就是第五場了 威威鬥士 那這次賀傑耀醒 塞完一次之後 這次不要說那麼多了 抽出外面 穩穩陣陣 那唯獨是黃隱複星呢 這次放不了頭 但是呢 竟然還可以有力 後追上來頂住 他入這個Q 但是陳家熙我真的奉獻你自己去看這場馬 可以說 醜 用這個醜字來形容你這一場的表現 你上次我覺得 當然你自己都會知道 真是吃屎吃穿豆 但是這次你就應該要表現回 我上次不是吃屎吃穿豆 我真的憑我的騎工贏這隻美麗寬星 你看你從轉彎開始 人家黃隱複星開始騎 你就打算鬥著 你那裡轉彎就應該要踩油了 我們載車轉彎道不是下brake的 我們轉彎前下brake 在彎道是長 是已經地板有產的 車出彎就衝的了 你入到直路玩了十下 你都還沒推到下去 好了到人家的馬拍上來 黃隱複星 你又再玩姜誠 怎樣可以入到Q 這場馬你應該是四九死Q 就並不是七二Q 檢討一下吧 下不了邊就推 你這麼害怕 雙手推就不用害怕 是沒膽啊 陳家熙 有人墮後了 他的手推上前面 一吋都推不到上馬鏡那裡 好了第六場 駱家福 那這場馬就真的看你 就是看你不起 那反而真的 田太安拍這隻馬 是真的好的 之前都是田太安贏他的 那當然呢 你要贏他 當然要靠這個 蠢豬這麼蠢的喊笑禮 喂 為什麼會 那賽後報告 一段說話都沒有說的 這隻馬 無限美麗 上次是怎麼贏的 喂 大哥是跟前的喲 你不是因為八檔就跟不到前 你是刻意留後 是嗎 這場馬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你第一場跟前輸 你第一場跟前輸 第二 樓後輸第二場跟前贏 然後這場你樓後 那當然是輸啦 對不對 那風滿寶這場馬 在這麼強手臨勒下面 都表現出可圈可點 那這隻馬應該成功下班了 成功下班之後呢 我想 就算不下班 在四班 都很快會有馬贏 那留意摩連路的場合 真感是全場跑得最好的 賀明年 賀明年現在越來越乖巧 我覺得 跑馬 那 宏才 留意小弟星期六的賽後那個直播 我星期六的直播 我們大家看看宏才 是不是真的潘頓所說 你其實隨手過早 輸了給真感這個第二 而作一個這樣的藉口出來 又照單全收 那我們當然星期六招呼一下你 好嗎 大家留意星期六十點的直播 第七場獨角獸 那這場馬 就 大家對比上次班德麗怎麼跑 那你見到 何宅如是做足功課而來的 在這場馬其實 兩隻馬都惡的 三和四 他其實跑錯一步 這場馬已經輸了 那要讚的 就是應該要讚一下的 那 銀兩剛速又再一次 今次都是有快步速下面 但是 班德麗 大家收到封了 還債 但是 又是 加州王者直路 就要有多多少少少 鑽位上 那 所以在這裏 沒有了這個第二 也有些可惜 那 但是這場馬 我們當然 三隻中了 那你也會見 那 沒有什麼那麼厲害 昨天什麼牆場都不厲害的 很容易中的 那 但是 你要有這樣的場合的時候 當然我們要 連 連三重彩都要做 因為 你那個正常派出不夠的 我們就在那些 大彩池那裡去找他 六百九十六元 單天都二百多 那你就當哪裏 你就倒了三隻 那這些很容易中的 那去到尾場 那當然 精算步說 我覺得他有些 勒得太緊 你根本 一開始出閘的時候 你就拍著那隻 原本放頭的環漢今朝 好像你上次拍著那隻 華麗再勝這樣跑 就OK 做什麼要故意拉著他 找遮擋 跟著又要再 在轉彎才發力 拍上來 一開始拍著就行了 我覺得這場馬拍得很差 不夠兩倍的馬 就是 罪 依然是 apply的 那但是 潘頓的這隻 一代天驕 好什麼都被你刺壞 就是這樣的騎工 這位馬主先生 我都不 老牌馬主 梁先生 兩隻財 一隻弘財 一隻一代天驕 都是屬於你的 那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會繼續去信這些 這樣的 的 賊人的後代 很可惜 就是大家都是中國人 為什麼不給多些機會 大家中國人去發揮 好過你這樣 一隻原本贏 贏完的馬 可以跑到最後 好醜 是嗎 好醜好醜 今天的賽後包交就到這裡為止 星期日會有多精彩的內容 大家星期六 不要對不起 星期六 YouTube 十點直播 會相當精彩 到時希望你繼續支持 記得134633 娛樂投注 以及支持本地消費 支持本地經濟 再見 新一輪的馬桂又來了 只是看YouTube的免費內容 哪裡夠好 立刻加入我們 沈國成賽馬汽車工作室的付費群組 Michael在群組裡 會和大家有一個賽前的直播分析 每次見面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沙圈動態即時跟進 還會在群組裡 和大家分析它的跟進碼 在群組裡 Michael還會和大家解答所有的問題 還等什麼?馬上加入我們 沈國成賽馬汽車工作室的付費群組 我們在群組裡等大家